Stanford 是一間很大的醫院 今天我想跟各位interpreter 說 一些生字 我們一路做就一路會記得 例如癢是什麼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一定記得 H-I-T-C-H 但是一些心這個字 Pronosis 又記不記得呢 Oncology 癌症科 又會不會記得呢 E-N-T 耳鼻喉科 如果用得多又會不會記得呢 所以呢 我就想跟這麼多位 看這個影片的人說 其實呢 practice是make perfect 熟能是生巧 我們學英文字呢 其實最好呢 由日常生活 經常去用 經常去記 不斷地去看書 不斷地去實踐 在一個環境講英文的時候呢 它自然就會學到那些英文的 甚至 你就算考了一個certificate回來 但是如果你不用 你不做 你沒有order 請你去做 你沒有機會接觸的時候呢 你 都是會 忘記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 香港 或者中國 來了 移民了 過來美國 那些中文都好像說得 噁噁噁噁 沒有那麼好 如果有 那就證明到 我剛才所說的是一樣 所以 如果要 學英文 或者是溫 那些地產的生字好 一定要是不斷地去溫 不斷地去講 還有呢 不斷 不單止是做事題 還要呢 是用多元化 多媒體 multimedia 的方法 去地產公司去做 這樣就行了 那 以上呢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去考這個 牌 地產牌的時候呢 可以溫一些英文 溫得很熟